偶像去天后陈乔恩这些年积极往大萤幕发展 巩固直升天后地位 十号回台现身为保养品代言 却被指出好不值都是考为整形 我就是无奈吧 而且怎么会有人要把脸整肿啊 我不知道啊 就还好因为可能 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无奈吧 因为其实不太舒服 还好啦 因为我不是太会对一些新闻的事情有太大的反应 只是不喜欢有很多的误解在身上 就觉得好像似乎如果需要讲一些事情的话 就必须要出来讲一些事情 所有的传闻起因 都是因为前一天陈乔恩在微博上放直拍照 直白超一出现 网友纷纷评论向起了肖亚轩 陈乔恩则说都是因为拍戏受伤造成的 伤势 其实就是不太舒服 因为这种伤到脊椎的这种东西 它不能一两天就好 就必须要经常性的去推拿跟保养 就是因为之前有跟剧组 其实偷偷请假回来看了整骨医生 然后因为骨头的东西就是气血会痛 所以其实我不懂就是常常会有一些水肿 这个其实让我有点苦恼 因为在拍戏的时候会有联系的问题 所以就是会有点苦恼水肿的问题 陈乔恩大方便对所有传闻 但在保养品活动上 焦点就被放在整形上面 似乎有点讽刺 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导 我们有天后出场国人不同分享 我们右手边也有这个媒体朋友 也麻烦您 先让我们